围堵诈骗即刻开始 行政院长陈建仁带头出席 打诈钢领研讨会 只是自家副院长却遭报 跟诈骗集团关系匪浅 郑文燦在所有资料里面 就是跟现行犯跟通气犯 跟诈骗集团的主嫌在一起 这不是变相的窝藏人犯吗 安言必案延烧政坛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 不只被指曾出席主嫌曾国伟公司穿酒 甚至曾国伟还请郑文燦 提拔警戒一名三线二星的好友 How old are you 不是在问说你是几岁 大家想问问郑文燦 为什么跟诈骗集团的关系 怎么老是你 怎么又是你 太夸张了 我从头到尾跟曾国伟 不认识没往来 没有通联也没有赖 更不用谈到说 警戒人士这都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如果有这样的抹黑 有这样的不识指控 我也会采取法律行动 不只行政院受波及 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 也被卷入矮眼逼案 首拿交通部出的书 林佳龙曾国伟同框罩曝光 立委陈晚会指控 过去两人饮酒作乐 称兄道弟提字证书 要林佳龙不能说谎 说两个人不认识 对此林佳龙驳斥 公众人物面对签名及拍照 要求是常常会发生的事 林佳龙清白经得起检验 要晨晚会适可而止 否则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 这个林部长我昨天已经发了嘛 就是说如果不用不排除 要告就来告 我们就到法院去把这相关的事情说清楚 诈骗风暴延烧 政坛陷入泥巴战 大乱斗 进去的林佳龙一周朝报道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一手掌握新闻 百分之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